嗨,大家好,我是海莉 今天分享的远足路线是距离多伦多一个半小时的Monoclyphs Provincial Park 这个省力公园位于安大列省奥兰治威尔 Orange View 东北18公里 拥有长达20公里的远足路线 徒步3公里就能看到风景独特的悬崖、洞穴、古老的峡谷 全年开放共日间参观 今年跟大部分省力公园一样 周一到周四都是免费开放的 我们是上周日来到的赶上父亲节的福利、公园免门票 只需要提前在网上预定,节省了21刀 Monoclyphs位于风景如画的Bruce Trail上 有多个品种的蕨类植物和雪松 徒步路线穿过峡谷和30多米高的悬崖 有多个Lookout 山顶上还有一个Lookout Trail 可以一路沿着山顶 无遮挡的领略远方和大自然的风光 我觉得这个公园最大的亮点 就是有两个很长很高的阶梯 还有山顶上的观景台 第一个木板阶梯是每年上枫叶时节的网红打卡地之一 隐藏在匆匆郁郁的丛林中 我们以前来过Monoclyphs三四次都没有走过这个阶梯 今天特别留意了一下地图上标记的Stairs 终于从一个Side Trail中走到了此 到此一游 很喜欢这个阶梯和周围的环境 另外一个木板路阶梯 在最高点的Peak Lookout附近 直接带领你穿过古老的峡谷和厚厚的松林 以及因古代冰川活动而引起的深列洞穴 让你从不同的视角领略最高点40米高的石灰岩悬崖上的壮丽景色 每次hiking最开心的时刻还是爬到山顶的那一刻 爬山的过程充满疲惫 但是到山顶的一刹那 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很有满足感 让人觉得人生的哲学也不过如此 在山上就是活在当下 沿途的路上还有两个小池塘 河水清澈见底 湖光山色倒影可见 是小孩子最喜欢停留的场地 初夏时节 小蝌蚪和小鱼儿也非常的活跃 炎日的夏天 小池塘边传来一阵阵凉爽的微风 阳光 松林 悬崖 还有一段段美丽的木板路 又在大自然中度过了灿烂的一天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你的观看 别忘了订阅和点一个赞哦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观看